早安,今天是11月29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AT開市直擊 今早我們有華津貞圈 資產管理投資總監馮宏苑 和我譚海雲陪你一起開市 Thomas,今早大市是否知道怎樣 今早大市燒點應該是美團的業績 是,見到美團的業績 無論是收入和盈利 都是符合市場預期的 見到ADR急跌 今早未開盤 不過見到港股方面 現在暫時跌12% 美團不單止失手100元 連90元暫時都失手買了 稍後對原盤會和大家繼續跟進 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投資方面有問題 歡迎你WhatsApp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或是下載香港經濟日報HKETF 在聊天室內說下你的稱呼和留言 稍後會回答大家問題 現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況 美股向上架 有聯儲局善人之稱華爾街日報記者 Nick Timmeras說到 即使聯儲局鷹派陣營 對12月加息的傾向也微乎其微 美股反覆向上 道指平開後 最多曾經升185點 收報35416點 標指微升4點 報4554點 納指先跌後升 收市升40點 報14281點 納指金融中國指數下跌0.3% 歐洲股市是個別發展 一起看看焦點美股 焦點美股方面都是個別發展 Tesla的Cyber Truck將會在這個星期交付 股價上日升超過4% Meta升1% Amazon要向下 微軟收市升1% 再創新高 收報382.7美元 NVIDIA要逆市向下 收市跌0.9% 以月託證券形式 在美國買賣的方網股ADR 相比半港上日收市 各別發展 京東比半港收市高超過1% 折合109.78元 美團預示 外賣增長放緩 ADR急跌一成 比半港上日收市再跌6% 跌穿100元 折合96.68元 匯控和比亞迪都比半港收市高 匯控折合60.18元 比亞迪從上220元樓上 折合220.3元 一起看看亞太區股市的情況 日經平均指數 早段要向下 跌100元 最新跌近153點 布沙文三千254點 首二綜合指數跌近18點 昇離普通股指數 和新西蘭50成份股指數 都向上 昇離普通股指數 最新升31點 新西蘭50成份股指數 升94點 最新到11331點 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最新微升14點 恆指在17300點左右的水平 稍後對原盤和大家跟進 現在先談談美股的情況 有聯儲局線人之稱的華爾街日報記者 Nick Timmeras說到 聯儲局即使是鷹派的陣營 其實對12月加息的傾向 都是美富其美 言論似乎對後市的影響最大 看見昨天10年期美國債息偏遠 去到4.4以下 美匯指數也是下跌 去到102的水平 還有現貨金再升到半年高位 收報2040美元 另外 計得銀之後 美銀和高盛等華爾街大行 都繼續唱好明年美股的表現 美銀策律師預計 標榜500指數明年年底會升到5000點 他就說到 看好股市不是因為聯儲局會減息 而是因為聯儲局通過加息 已經取得了成績 降低了通脹 並且提高了企業效率 美股今年以來都做好 道指到現在為止 應該是納指 升了36% 標指升了18% 幾間大行其實唱好明年的美股 都是看好標指的 Thomas你又怎樣看 明年的標指和納指 誰會跑贏 即是你怎樣預視未來的美股走勢 其實如果說真的 你說明年整年 就可能真的有點長 但是如果用 講講第一季 我們講第一季或者第二季 上半年可能會容易些 現在的狀況 就正如好像剛才說 市場是認為 今年年底 再會加息 再移動息口的機會都很低 但是如果我們看回集中 叫做利率期貨反映的看法 現在比較是聚焦 覺得應該是明年上半年內 會有機會減了後 下息的想法 可以這樣說 市場是挺樂觀的 但是背後的想法 是認為 無論是 做軟墊派 即是覺得 其實這個 通脹情況已經開始回落 沒有什麼很大的問題 之前加息過 都完成了歷史任務 所以可以減 或者就算不減 沒有問題的這一派 又或者另外一邊的想法 是覺得衰退的 即是其實 有些想法 就是覺得 美國的經濟可能即將會衰退 但是衰退雖然不是很嚴重 但是相信聯儲局 是會預先做好一些事情去減息 所以變成這兩邊 都是指向著同一件事 就是說 哦 我們都是看回一些 即是 息口上面比較敏感 對減息的狀況 會比較有利的 一些行業 或者一些資產 所以你看到 其實今年可以這樣說的 即是納子算是 即是上半年 都已經有它AI的因素 但是下半年其實很大程度的上升 是因為這個原因 是 那很短線這樣說 是 就是很樂觀的 現在 先說那個 很樂觀的位置就是說 本身它已經 大家正正如好像華爾街線人這樣說 已經講到大家都 都認為 會整個 Central Banker的 policy 會轉夾 另外一方面 就是其實大家對 接下來新的經濟數據 跟通脹有關的那些 其實沒有什麼反應 或者大家覺得都沒有什麼問題 舉個例子 譬如今個星期四 接下來都會出個PCE的 那雖然並不算是一個 就是個案來講 大家可能市場看CPI多些 那PCE不算好看 但是其實PCE 那顆數是 聯儲局參考通脹的重要資料 但是PCE似乎都覺得應該沒事的 是 所以就會這樣 那很短地講 是 就是這兩三天 我覺得華爾街要小心的 就是這兩天升得太厲害 所以我會調的 是 先說 這個極短線的操作 這個第一極短線 極短線 但是年底前應該沒事的 是是 直接說就是年底前應該沒事的 是 好 我也是問回長線一點點 這個是今個星期或者很短時間的操作 那譬如說去到明年第一季 因為現在看到主流意見 都是覺得明年五月的減息 現在去到明年第一季 你是不是看好美股的情況 還有都是回答剛才的問題 你會覺得是 如果真是說在美股的持倉 你覺得說應該根據大行的做法 就是說 放入一些資產在標誌上 還是說你預期可見的將來 那個強勢都會集中在那些科技股 或者是納子那裡 其實呢 如果你講 未來上半年 有機會出現的情況 是納子未必很強的原因 是因為現在的納子 主要就是 我們叫納子七紅 就是最大的七隻 升上去 那固然 他們在剛才說 就是偏寬鬆一點點 貨幣的環境裡面 都可能就會再升 但是始終 就不及二、三線 就是他們的科技股裡面 二、三線會跑得這麼好 另外一方面就是 其實剛才說 如果是一個比較好 叫做納子的環境下面 應該傳統的行業都會上 所以剛才那個問題 如果一定要回答 其實可能是標誌 會有機會 明年的上半年 會跑贏了一點點 是的 如果說真的對標誌有興趣 其實有沒有一些掛勾度比較強的 還有風險比較低的標誌ETF 可以給大家參考 那最簡單就是 這個最大的那隻就是SPY 還有美國應該是這個 SPYDER的ETF 基本上就是在對比 就是我們稱為對標位追蹤 標誌500 也成交是這麼多隻的 標誌ETF裡面最大的 好啊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近日不少大行 都持續唱好 明年標誌的目標 好 我們說說昨天公佈業績的拼多多 跟大家說說簡單的數據 第三季的業績 是超過市場預期的 先說收入 按年升了94% 去到688億 這是人民幣 市場原本預期就是548億 公佈收入的數據 其實就是超過市場預期 104億 經調整的淨利潤 升37% 去到170億 每ADS的收益 就是11.61元 市場原本預期大概是8.8元 這個數據也是高過市場預期 拼多多的股價 公佈業績之後 就急升1.8 去到139美元 這個數據是今年以來最高 也是超過兩年的最高水平 看到它的數據出來之後 就股價反映了市場 非常接受他們最新的數據 好 但是看到第一 就升了不少 不過PE來說 也是不低的 Thomas 你覺得 第一 如何評價它最新的業績 第二 就是升到現水平 你又覺得值不值得增入 其實說真的 現在的最主要就是 一定是拼多多 在美國那邊那個 電商平台 泰湖的那個 大家估計它的業績是好 因為其實現在的情況就是 它沒有實際上插出來給大家看的 但是從拼多多的大數 那個狀況 大家估計就是 就是添回那個 好交渡數 所以就會 也有個這麼好的 就是業績之後 有這麼好的升幅 現在的狀況 就股值一定是偏高 但是呢 環境之下可以這麼說 你做中資的科網股 尤其是電商部分 是 不是很敢不買拼多多 現在的狀況 就是阿里巴巴已經倒進去 然後 其實JD都不是 即京東都不是真的 很趕得很上來 或者在這個競爭裏面 都不是說真的 認真 很有優勢 那變成拼多多 有一點要逼買的 是 狀況上 我覺得短線是已經太高的 一定是 回落我想緊的 不過那個回落不會 就是 很老實 現在的狀況是 尤其是下 就是年尾這段 年尾 我想至一月都還是 都還是傾向會有 無論是資金覺得有需要 以至環境上面都是 就是趨勢交易都似乎 是 是OK 所以 策略上似乎 應該是 等它回落回到130元附近 就是可能樓上的 都未必落到130元在樓下 就可能要買一些 但是先說明 這個未必是一個可以 就是 做到一兩年的 很長期的策略 是 大概想法是 給它多看半年 就是我們可能看多兩季數 就大概知道究竟 現在這個看起來挺漂亮的數 是推出還是 究竟是沒有副作用 還是 都不是 其實花了很多錢之後 其實 過後都會出現很多 現在電商普遍的情況就是 你賺的錢是不夠你給市場 因為現在拼多多的價錢是可以的 就是你投入市場的賺金 大概可以回到兩倍多 挺漂亮的 對於很多類似做電商的人 如果去分析這些公司來說 是挺漂亮的 所以現在這一刻也很幸運 好